谷田乐低调为77岁老戏谷卢海鹏付20万手术费,获全民盛赞有情有意。 77会香港资深艺人,一层是TVB,亚视资深绿叶独海鹏,2018年发现有心血管疾病,其中有一条血管已经有90%的毒色,不过他却一直不肯入院接受管动脉介入手术。 香港俗称通波仔,或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想动手术,又或是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运动可以降低风险,更或是因为害怕手术价格太贵负担不起,坚持不入医院检查。 现年77岁的卢海鹏在香港娱乐圈很有声望,很多艺人都是他的儿女,而由于卢海鹏的家人全都移民到了加拿大,留在香港的亲人又要忙于生活,或是忽略了他,所幸有这一群义气儿女照顾。 当初卢海鹏被发现有心血管问题,也是因为七美珍陪同他去检查糖尿病的时候,医生发现卢海鹏身体有异样,在做了照影之后发现他有一条血管堵塞了90%,于是建议他留院做手术,结果老人甲像小孩,闹性子,不肯做手术,更宣称没有大问题。 拖了一个多月,还经常做剧烈运动,就想证明自己身体无大碍,这还真是急坏了七美珍。 而后七美珍将此事与杜齐峰说起,两人就想尽办法骗卢海鹏入院接受手术,他都不肯接受,之后这个事情传到了古天乐耳中,身为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的古天乐知悉这件事之后自然不不会放任不理会,于是又协同杜齐峰。 其风邀约卢海鹏吃饭游说他入院,并表示钱的方面不用担心,不必考虑,最后才骗得卢海鹏入院接受手术。 卢海鹏入院接受手术已经是2018年11月的事情,当时出院的时候七美珍、苗巧为以及卢海鹏的女儿都有一同来接他,后来卢海鹏接受采访被问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精神抖走地表示,一切都没有问题,更坦言做不做。 他做手术,他觉得没有区别,非常的孩子气。 这个事情本来就应该告一段落了,而在近日又被提起,则是因为香港资深媒体人汪曼玲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与卢海鹏的合照,并表示两人同病相连,都做过通波仔手术。 此外,汪曼玲还爆料,2018年卢海鹏入院做手术住在养和医院六人房,手术包括住院费有达二十多万。 而这一笔钱还是古天月自掏腰包店负的,之后古天月也没有提及此事,所以他大赞娱乐圈还是非常有情有义的,特别是古天月,做善事低调到不情。 古天月自掏腰包店负二十多万入院手术费的事情被曝光之后,马上就有媒体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卢海鹏。 卢海鹏随即承认了这件事,他表示,即使他也古天月根本就不熟悉,两人只是曾经在拍戏的时候有过交集,私底下根本就没有联系,但是古天月却愿意出钱出力。 他表示非常感动,同时也很认可古天月是一位有情有义之人。 不确定卢海鹏的经济状况如何,以他在娱乐圈工作那么多年,而现今依然很活跃的情况来说,二十万应该对他来说不是大数目, 但是事实上,从之前他抗拒入院做手术,到手术费还要古天乐电夫来说,似乎二十万对他来说真的又有点困难。 不过卢海鹏也表示过,待他办妥了入院手术的保险之后,有了钱他就一定会还给古天乐,不会平白无故让古天月为他出这笔钱。 而古天月的有情有义以及好人品在圈内圈外是出了名,重要的是他为人低调,从来不张扬自己做过什么,早前报道他默默做慈善,在内地捐赠了百余所希望小学,这些也是网友自己曝光的,古天月从来没有宣扬过。 如今为卢海鹏垫付医药费,他亦是这般低调,若不是汪曼玲曝光这件事情可能就这样悄然过去了,所以很多人都称他是真正的大慈善家,也难怪他的人设,口碑一直都那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